我觉得 因为我们当时 就我当时是说 期待大家 就让大家期待我们的成长吧 我觉得我们这次 来到MSI一开始 从入围赛 就包括训练赛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坎坷的 然后我们没想到 比如说我们打G2 就欧美队 打欧美队C9 我们都很难打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不被看好 然后一直打到Genji 我觉得当时应该全世界没有队伍 会觉得我们能够赢Genji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靠着这股 韧性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就是包括就是战术 BP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比赛内容 每一把都是不一样 就是充分的证明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是很倔强的 而且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虽然输给了京东了 但是因为最后的冠军是属于LPL的 我也我觉得我们已经交了一份很满意的打卷 虽然不是一个100分的打卷 但是我觉得在下季赛 我们会吸取这一次MSI的经验 就是从选手的心态调整 BP的进程 还有选手的发挥 我觉得这次MSI都会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我觉得这些经验我们都会积累起来 让我们生下来的夏季赛 还有世界赛作为一个养分 让我们去表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好的可以分别评价一下每一位选手吗 可以从上楼开始 你记得清吗 我说那么多 那我说一下吧 就从这边说吧 我觉得就军选手是我 就是从事教练这么久的 我觉得是最聪明的一个打野选手吧 然后我觉得他的性格非常的幽默 然后他是我们队伍里面的开心果 他会一直在劣势的时候 给队友开玩笑 然后会寻找很多完美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就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昨天那个螳螂 这么大压力 他一个人打三个人 别人猴子都有惩戒 他都敢在那边就是拼逞 如果我们那把就拼逞拼输掉 可能我们就输了 就我觉得 薰就是不仅仅是很聪明吧 他也是一个具有大心脏的选手 然后他也很愿意练英雄 就是你看我们这次MSI 玩了很多打野英雄嘛 所以我觉得薰是我心目中 非常完美的一个打野选手 然后 然后到那个谁 我没看清嘛 然后我就到ELC吧 我觉得就是去年就是ELC在 不管是去年或者在前面的赛季 在WE或者UP 其实他的表现都是比较 比较一般的 都没有就是走到最后 但是我们今年在加入到BLG之后 我发现就是ELC有一股 就是不服输的精神吧 就是很想去洗刷 把以前大家对他的印象 然后他每天也会非常的努力的训练 甚至会在训练结束的时候 也会去直播 加练给粉丝看 我觉得就是 还有很重要一点吧 我觉得其实 ELC选手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是升华了 就是因为 在心态的方面 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MSI是很颠簸嘛 所以就是很颠簸 所以就是我觉得 好像我都忽略了操作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ELC就是世界上最好操作的 ADC的其中之一 对 所以我觉得 非常的喜欢ELC选手吧 而且我个人也觉得他很可爱 对 然后Bing的话 其实我是一直以来的 就是Bing的最铁粉的 就是我 就是有些时候 我跟很多的 比如说朋友啊 还有不同的老板啊 就反正就是朋友吧 就是我 他们问我 就是你觉得 就是给你选一个最好的阵容的话 那你上路会选谁 就是我永远都会是说Bing 因为我觉得Bing选手是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可以在 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情况下 他会打出 奇迹的表现的一个选手吧 就所以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 他的MSI里面的一些战士啊 还有一些Cyan啊 就我觉得 这一次他为了MSI 练了这么多的肉的打野 其实 sorry 就很多肉的那个上路英雄 都是为了就是 让大家更认可他 所以我觉得 反正Bing就一直在我心里 都是最强的 对 然后那个 那个 我觉得Owen吧 就是 我们从季后赛一路走来 其实Owen已经击败过很多很有名 世界出名的辅助选手了 然后到击败 LCK的Korea 还有Delight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一路过来 他已经 就是 他的表现已经是不配合他的年纪了 就是哇 怎么感觉 他好像是一个新Korea一样 对吧 然后有一些 人也会觉得他是耍帅的 就是跟Haley Haley桑一样 就是 喜欢神经刀 喜欢死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MSI 我并不觉得Owen死很多 我觉得他 哇 好稳 每一把都 就是 然后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玩Lulu的 但是我们今天 来到这 通过MSI 我们用Lulu 还赢了LCK的队伍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满意他的表现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不属于这个高度的 但是他做到了 所以啊 我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未来可期 我觉得非常有潜力成为就是LPL赛 就是这个年代里面最强的辅助 对 然后最后就是牙膏选手吧 就是我觉得牙膏选手的成长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因为其实在MSI开始他 一直都是受到很多的舆论的攻击 然后他的发挥也不是非常理想 那所以他每天都会去跟我去讨论一些英雄对局啊 还有一些BP 然后在面对LCK的时候 他也非常的坚定 告诉我今天我要用什么英雄去打 然后我觉得作为这样这样牙膏选手 这样的一个老将 他不仅给到我们队伍一个非常的稳定的一个指挥 然后他的这个老将精神也会带领其他我们四个 没有那么多经验的选手呢 会更进一层楼 对 我觉得牙膏选手在 因为他近前也要开玩笑说自己退役吧 但是我觉得牙膏选手 他现在的表现已经证明他不仅不能退役 他还多达几年 所以我觉得就是 非常的为他骄傲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最后总结一下吧 就是请就是全世界期待一下我们下期赛的表现吧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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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